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 他只有一个任务 那就是成功攻略那个封批病交的男主角 让他深深地爱上自己 甚至愿意为他而死 只有这样 他才能够重新找回回到现实世界的路 面对这样的困境 夭夭没有退缩 他毅然决然地开始了他的攻略计划 他不再像过去那样对萧綦之冷嘲热讽 而是开始温柔地对待他 尽力去刷取他的好感度 他为他烹饪美食 为他缝制衣物 甚至在他生病时 不眠不休地照顾他 他的每一个举动 都充满了对萧綦之的爱意和关怀 然而 攻略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萧綦之是一个封批病交的男主角 他的内心充满了复杂和矛盾 他既被夭夭的温柔所打动 又对他的动机心存一律 他使而对夭夭温柔如水 使而又对他冷漠如冰 这让夭夭倍感困惑 但他并没有放弃 他坚信 只要他真心对待萧綦之 总有一天能够打开他的心扉 在这个过程中 夭夭经历了无数的困难和挑战 他甚至为了攻略萧綦之 不惜重生三次 每一次重生 他都会总结经验教训 调整自己的策略 以更加成熟和理智的态度 去面对萧綦之 他的坚持和勇气让人深感敬佩 在夭夭的不懈努力下 萧綦之终于被他的真情所打动 他放下了心中的防备和疑虑 深深地爱上了夭夭 他为她付出了一切 甚至愿意为她而死 而夭夭也在这个过程中 逐渐成长为一个 更加坚强和成熟的女性 当夭夭成功攻略了萧綦之 他终于找到了 回到现实世界的方法 然而 在离开的那一刻 他却感到了一丝不舍 因为他知道 在这个世界里 他曾经拥有过一份真挚的感情 那是他永远都无法忘记的 回到现实世界的夭夭 带着满满的回忆和感悟 开始了新的生活 他变得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也更加懂得如何去爱和悲爱 而那段在书中度过的时光 也成为了他人生中一段美好的回忆 并教反派攻略计划 不仅仅是一个关于穿越和攻略的故事 更是一个关于成长 爱情和勇气的故事 他告诉我们 无论面对怎样的困境和挑战 只要我们坚持信念 勇敢前行 就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归宿 第一是 女主穿着到了一位皇后身边的宫女身上 男主适当朝六皇子 却受尽屈辱 刚好皇后极度不喜这位皇子 纵容身边奴才各种刁难男主 女主穿越的这个身份 就是欺负男主中的一个头头 后面一误会被男主挖了双眼 攻略失败的女主又穿成其他身份 重新攻略 第二是穿越到了皇后身上 知道故事剧情的 她帮助男主避开困难 以及弥补遗憾 后面男主发现皇后就是那个宫女 男主总觉得女主似曾相识 总是透过她 再看另一个人的影子 后来发现她就是她 然而这一次的剧情设定是 男主只喜欢别人 所以她还是不受控制杀了她 这一次仍以失败告终 第三次穿越 她成了清语国八公主 她是北京国使者 为两国交好联姻 却发现她就是自己的妖妖 明白了什么是爱的男主不愿放手 可她却时日无多 她想抓住却又抓捕 爱看穿越局的有福气了 虽然说只有三次身份更换 但还是可以满足一下 男主的反派的病交感 女主的小后妈的美艳感 不得说超级有小说纳慰 女主超漂亮 她的装扮 服饰 头饰都好好看 每一张图都是在狠狠地击打我的点 男主长得小奶狗 有点神似露寒 超帅 强烈推荐 二 受她一禀这部戏剧深情地描绘了一段波折重重的爱情故事 其中皇后苏妍与王爷宇文渊的纠葛 更是扣人心弦 苏妍 这位曾经的王爷爱人 与宇文渊共同走过了无数风风雨雨 两人早已情深意中 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然而 命运却对他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家族的压力和苏妍姐姐临终前的脱孤 让苏妍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她内心深爱着宇文渊 却又不得不为了家族和姐姐的一夜而离开她 最终嫁给了太子姐夫 这个决定无疑是对她和宇文渊感情的巨大打击 两人被迫分隔两地 心中的痛苦可想而知 然而 命运似乎并不打算就此放过他们 看军作乱 皇上病危 皇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 身为皇后的苏妍 在面临家国大难之时 无奈只能向宇文渊求救 她在信中倾诉了自己的困境和无助 希望宇文渊能够伸出援手 宇文渊在收到苏妍的求救信后 心中涌起无尽的担忧和愤怒 她深知苏妍此刻正身处水深火热之中 于是她毫不犹豫地率领军队杀回京城 是要救她于危难之中 她的行动不仅展现了对苏妍的深深爱意 也彰显了她作为一个王爷的担当和勇气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救援行动中 宇文渊和苏妍的感情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 他们共同面对危机 相互扶持 彼此之间的信任和依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最终 在宇文渊的帮助下 苏妍成功化解了皇城的危机 保住了家国安宁 受她一禀这部戏剧通过讲述苏妍和宇文渊之间的爱情故事 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和情感的纠葛 她让我们看到了爱情在家族 责任和国家利益面前的无奈和挣扎 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伟大和力量 这部戏剧不仅是一部扣人心弦的爱情故事 更是一部反映人性光辉的佳作 Jurin 书嫂禁忌文学强取好多强制爱皇位争夺战亲姐妹同事一副 真的太过瘾了 又是为了别人爱情流泪的一天 青梅竹马 暗生情愫 只为了姐姐的遗愿入宫去当皇后照顾姐姐的孩子 将军眼睁睁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嫁给别人 这部剧从人设 故事 演员 到演技都呈现出匠心的品质感 极限拉扯田虐恋交织 是一部超适合下饭解压的剧 男主李飞的演技真的太好了 不管是古装扮相还是枯戏 一些细节的处理 完全吊打内娱很多演员 演得太好了 好到感觉其余人都有点接不住她的戏 跟其他人美的也不在一个层次上 希望你可以越来越好 走上更大的舞台 三 亲亲三思讲述重生夫妻破镜重圆的故事 三世情缘 经历了前两世的柳月清重生后 行事谨慎只想安稳此生 没想到培训还是在她的重重防御下 宿命般地进入她的人生 第一次重生 柳月清因为丈夫是六皇子被刺毒酒 命悬一线十亿外重生 然而 重生后的她依然未能逃脱喝毒酒的命运 因为时间不够无法阻止六皇子的计划 二人被双双次毒酒身亡 第二次重生 柳月清回到了初始的前一日 她努力阻止六皇子的计划 想方设法困住了王爷 可是她的部下 仍旧按计划行事 这一世 再次不得善终 第三次重生 命运来到了她的转折点 柳月清回到了被刺婚之前 她大喜过望 为了这一世能安稳到老 她拒绝了六王爷 可没想到 六王爷 女人 你成功引起了本王的注意 她逃她追 她插翅南飞 越不想嫁 她还越来劲 这一世他们能有好的结果吗 富黑王爷与古怪王妃这部小甜剧 真是让人欲罢不能 男主角的帅气与女主角的美丽 简直就是天生的一幕情侣 他们的先婚后爱故事 更是让人看得津津有味 仿佛自己也被卷入其中 感受着那份甜蜜与温馨 女主的重生设定 更是为这部剧增添了几分神秘与期待 三次重生 她始终被男主深深吸引 这其中的缘分与纠葛 让人忍不住想要一探究竟 而两人之间的互动 更是超级甜蜜 每一次的眼神交汇 每一次的亲密接触 都让人心跳加速 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粉红泡泡的世界 不过 这部剧唯一的缺点 就是每集的时间太短了 只有短短的十几分钟 让人看得意犹未尽 总感觉还没看过就结束了 这也让不少观众纷纷呼吁 希望能有个长剧版本 让大家能够更深入地了解 这对荧幕情侣的故事 至于男主角的颜值 那真的是没话说 他的古装扮相 简直就像是从画中走出来的一般 让人惊艳不已 不少观众也表示 希望他能多演一些古装剧 让大家能够欣赏到更多他的风采 总的来说 《富黑王爷与古怪王妃》这部剧 无论是剧情还是演员表现 都让人十分满意 喜欢看甜宠居的小伙伴们 千万不要错过这部剧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港台娱乐会 敬请关注哦 请关注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